成都电动车电梯内燃爆的事件 看的人是触目惊心 拒绝电动车进电梯 上海一个小区就用了这样的一招 我们来看看 如果有居民推着电动车或者自行车等 非机动车进入到电梯当中 电梯就会自动停止运行 并且发出提示语音 提醒居民将车辆推出电梯 据了解这个组车系统 是通过电梯里的监控摄像 和地上的承重感应器 来识别出电动车的 当提示声响后 电梯门也随之被锁定 无法闭合 但是婴儿车和轮椅是不受影响的 可以入内 安全不能只靠技术得分 但是可以靠技术来加分